會不會覺得今天韓國瑜沒有出時很可惜 因為其實今天也是一個大頭 他花已經送在那邊 已經送花染在那邊了 未來還有可能北市這邊辦活動 這個侯韓再合體 可以啊 一定會的 一定會 有可能預計什麼時候嗎 這個月 這我沒有辦法掌握 但是一定會 我跟韓在6月30號這一天 我們兩個有見過面 也有常談過 那他怎麼說 他有說要全力來支持韓國瑜 因為他昨天好像在那個會議上面 在那場造勢上面比較沒有表態 他支持跟韓國瑜在一起 他出行那個場面本來就是為了要挺活的 那你們對於30那個時候談了一些什麼 談了一些黨內的事情 那當然我也跟那個交換一些譬如說 立委選舉的訊息 那韓市長對於韓兵選舉他持什麼樣的意見 我們6月30號沒有談這個問題 6月30號純粹是 最主要是我要去邀請他來參加今天的活動 距離三合一選舉已經7個月 那這個時間剛好是中間點 這個時間又距離我們明年的元月13號 也剛好是7個多月吧 那所以我想這7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整備大致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是對我們黨內的組織 跟我們黨內的主使的這個社團 我們來發動員令 就告訴大家說我們要團結起來 因為我們的總統候選人已經產生了 而且我們的立委候選人也大致都產生 本來立委候選人8席 應該這一次就會完成的 按照我們的進度 他因為出了一點小意外 那沒有關係 請問那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講到缺的那一次 然後好像忘了 然後突然出席有資訊 談話還是想希望讓韓兵來 所以還有提問嗎 在努力中 所以目前接洽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你跟韓兵見了幾次面 我跟韓兵 實際上見面是見到四次面 但是這中間我們不斷的有在用LINE 或者是用簡訊有在聯絡這樣子 那他的意願 他的意願是 還是他有什麼樣的顧慮 這就要問韓兵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他也是有一點心動 到最後就是因為他覺得說他自己 感覺到他自己還要再充實 充實自己 對 所以上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會上次聯絡退出的日期 這個日期我講不出來 因為太多次了我們中間 16月的時候 在我們發動那個初選的時候 所以還會繼續再努力跟他勸說 就看主席 但是因為像中小平就對這個蠻犯的看 這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一定要提一個人出來 那初選的結果有可能在做協調嗎 原本的這三位都有意願的參選 這個看 這個部分已經由黨中央來全權來主導 所以等於是改為徵召嗎 有看黨中央怎麼做 應該在七月底之前 應該在七月底之前